以后,资料范围的选举,有很多方法,现在复习刚才第一个方法,请你帮我把全部这个资料范围,除了上面这个不用管,我要全部都出体,可以哦,点到A4,连续资料本来是这样滑,往下滑,可是很容易滑过头,有没有发现,所以我为什么要教这一招,启动你的第一个格子是A4, Ctrl 去往一起按,看你要先往右,还是先往下都可以,一下,一下,一下,放手,有没有都选到了,出体,原本有的有出体,有的没出体,所以它现在显示有可能不是你要的,先出体,或者是取消自己检查,再全部出体,听懂吗,其实一下就成功的,来,全部帮我把资料变成出体的效果,再一次哦,我再做一次哦, 请你画面来到我们的A4的格子,不要靠滑鼠了,放手之后,Ctrl, Shift,一起按,一个方向,一次往下,一次往右,或者一次往右,一次往下,听懂吗,这样的资料范围,连续资料都被你选到了,去做出体,来,给你, 谢谢大家